北京时间7月13日消息 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即将到来 自巴西队出局之后 世界杯宴然成为了欧洲杯 欧洲球队的强势可见一斑 以日韩国家队位代表的亚洲球队虽败北 但其表现仍然是可圈和点 是为国足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标准 如今随着足球传出一个重大消息 似乎让中国球迷看到了进入2022世界杯的希望 北京时间7月13日 来自上海媒体东方体育报的消息 如今中国足球也正在考虑规划这一方式 来加强国足 东方体育报爆料 中国足球在今年已经开始策划规划花一球人一事 并将该项目的部分行使全力下放 至极个别中超聚乐部 具体谈珠报官方微博的消息 足球在今年已经开始策划规划华裔球人一事 并将该项目的部分行使全力下放 至极个别中超聚乐部 其实让华裔球员规划到国足中 这个难度较小 国人情感商也可以接受 毕竟他们跟上就是中国人 据了解 牵扯到本次规划的球员 有可能是以下几位 挪威国清华裔天才球员侯永永 前南安普顿青年队球员肖高进 前尤文青年队球员王尹 前河裔马斯特列赫特球员埃德罗 以及加鹏华裔国角亚历山大恩度姆布 不过 对于规划外籍球员这样的建议 中国球迷褒贬不羁 但其实在国际上 这却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 像我们的近领 日本或者韩国 以及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 都是通过规划球员大大增强了实力 或许正是法国在世界杯的成功 让足协下定这样的决心 以李皮带领国足在世裕赛中的表现来看 国足是有希望的 但是 这个希望已经很小了 因为 看了本届杯赛中韩国 伊朗 日本 澳大利亚的表现之后 各位看官觉得 国足与他们其中任何两个对手 本在世遇在同一个小组中 能够力压他们其中的哪个 从而获得一个直接出现名额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高解